中国票房前十的女演员是谁 不知道名单是不是和你想的一样 我最近在为新电影接触演员 同时也查了很多数据 正好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名单来了 在中国内地电影市场票房最高的 十个中国女演员排名如下 第十名 源泉 票房69.36亿 这其中中国机长 中国医生 和宁浩导演的新花路放 都取得了不错的票房成绩 第九名 佟丽雅 69.69亿 当中 唐人街探案2和我和我的祖国 分别取得了33.98亿和31.7亿的票房成绩 第八名 张小斐 70.6亿 你好李欢英一部片子就占到了54.13亿 第七名 贾玲 也是你好李欢英的导演和主演 他的票房成绩是72.58亿 第六名 杨逆 票房成绩是74.36亿 当中刺杀小说家票房过10亿 同时《功夫熊猫3》里面 他担任了主要角色的配音工作 票房也超过了10亿 第五名 尚宇贤 出生于1994年的女演员 他在《唐人街探案2和3》里面扮演Kiko 这两部片子的票房总和 就已经是79.21亿了 第四名 张子峰 89.17亿 他出演了《唐人街探案3》 在《我和我的祖国和中国医生》里也有演出 前三名如下是否和你想的一样 第三名 白百合 总票房94.83亿 第二名 周冬雨 总票房105.63亿 而第一名是玛丽 总票房达到了121.85亿 当中票房比较高的作品是《我和我的家乡》 这个杀手不太冷静 羞羞的铁拳 以上这些选择的都是他们担任主要演员的作品进行了计算 同时这里也只统计了内地的女演员 如果把全球的女演员在中国内地的票房都算上 排在第二名的是斯嘉丽·约翰逊 达到了115.62亿 而排在第一位的依然是来自东北的玛丽 丽亚来自洛杉矶的斯嘉丽